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设定萤幕保护装置 电脑如果长时间显示同一个颜色 会加速电脑萤幕的老化、影响品质 所以在一定的时间之后 自动进入萤幕保护装置 可以延长萤幕的使用寿命 如果你有设定开机密码 还有保密的作用 在座右边空白的地方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个人化 选择萤幕保护装置 萤幕保护装置的下拉式选单 选择泡泡 按一下预览 这个就是泡泡的画面 我们移动一下滑鼠 就可以正常使用Windows 在等候这边 我们调整为10分钟 等候的时间 不建议设得太短 免得常常进入萤幕保护装置里面 接下来继续实行后 显示登录画面 这个选项要不要打勾 看你个人的选择 这个选项的意思是 如果进入了萤幕保护装置之后 你想要使用Windows的时候 就会出现登录画面 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输入开机密码 就必须输入密码才能进入Windows 这边介绍一下 怎么样制定萤幕保护装置 首先将几张照片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选择相片 点选设定值 点选浏览 选择萤幕保护装置这个资料夹 按下确定 选择投影片放映速度 要不要随机播放图片 由你自己选择 按下储存 按下预览 萤幕保护装置 不但可以延缓 萤幕老化 如果你有设定开机密码 还有保密作用 接下来就看你怎么设定好 美美的萤幕保护装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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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